大家都熟悉了现代社会的生活流程 上学工作结婚生子 几乎每个人都需要经历这些事 每天都在城市的喧哗中忙碌着 但是你知道在遥远的非洲 有一群人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吗 感兴趣的朋友就跟小千继续看下去吧 非洲的哈扎部落是地球上最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民族 他们生活在坦桑尼亚的荒野上 这个部落很少和外界接触 这里也会有一些游客前来感受他们的生活方式 但是为了保护当地土著人的生活不受影响 规定游客们不允许赠送现代社会的所有生活用品 他们至今仍然以男人打猎女人采集的方式生活 他们用手工制作的弓箭射杀沸沸 蛇甚至是狮子 他们的人口总数不到千人 没有种植粮食 饲养牲畜或是搭建长久的著作 千百年来就一直过着这样狩猎的生活 即使外部世界再怎么发展 这里的人几乎没有改变过 这里完全没有现代化的影子 他们不用学习也不用上班 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 因此外界称他们为地球上最自由的国度 他们就像在大自然中生存的那些动物一样 每天只要填饱肚子和繁衍后代 就没有什么可操心的 饿了就打猎 渴了就去寻找水源 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 据说是人类已知还在使用的最古老的语言 平时也会聚在一起聊天 制作工具等等 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打猎 甚至是几岁的孩子都会使用弓箭 面对一些庞大而凶狠的猎物 他们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主动出击 这片肥沃的土地有着很多的动物和野果 但他们从来不用饿肚子 也算是上天对他们的馈赠 可能他们一点也不想过上现代化的生活 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好了本期的三千开世界到这就结束 下面下午半别忘记关注分享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